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今天表示 因为电动窗缺线可能引发火警 将从全球召回743万辆汽车 其中包括Camry与Corona等车款 为了符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夏天裁定 有超过20家店面或贩卖机的餐厅和点锁店 必须标出贩卖餐饮的热量 可口可乐、白质可乐和Data Paper等业者 近期将推出能够显示卡路里的新款饮料贩卖机 卡路里数字将被标示在贩卖机的按钮上 以上被视为模范夫妻的校匠戴尼迪维托 与妻子丽雅北曼发表声明决定分手 杨妮结婚超过30年 消息传出震撼美国娱乐圈 丹妮和丽雅在结婚前交往超过10年 曾一起合演影集 之后她接连演出绿宝石、龙胸鼠地等卖作喜剧 杨妮曾和组剧片公司合演电影《小魔女》 发言人并未透露分手理由 美国哈佛神经外科专家亚历山大 2008年感染细菌性脑膜炎 昏迷了7天跟死亡擦身而过 她最近出书《天堂的证据》 分享这段上天堂的经历 她说虽然昏迷期间对外没有反应 脑部没有活动 但当时她遇上一名蓝眼的年轻女子 周围都是蝴蝶有响亮的音乐 当地有厚厚的云又白又粉红 是一次极具生命力 完全具连贯性的旅程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